民主党 那些人是不是應該通通 通通要還他清白 要平反 這個都是社會價值的錯亂 所以政治人物千萬不要去消費任何一個 社會的個案 這個是相當危險的 第二就是我要強調 手段跟目的之間的比例原則 你說我用這種方法 十七個帶段 十幾個帶段 連我為了要凸顯 政府對農民的照顧不夠 我請教 十幾個帶段 萬不幸 做生人民的送食 小朋友因為這樣來失望 或是俘路因為這樣來受傷 你覺得他們是應該付出這個代價嗎 所以手段跟之間 我們常常有一句話在講說 魔鬼的手段是不能達到上帝的目的 所以手段一定要克魯他的合法性合理性 這個是絕對不是一個合法合理的一個手段 所以總統這件事是下他的性 不可能是下他的罪 總統都有說到 人都有說過 他說因為他不是在減性的對象 克魯就說他就在加到裡面非常歡性 出來還不再犯的可能性 所以把他後面的那些性 把福的那些性減免掉 所以目的是在這裡 不要再砍太多 剛才紀委員對總統的 至少在動機上的肯定 我們還是感謝 不理會他有提出幾點 就是說 農業制度有改變嗎 沒有啦 怎麼怎麼怎麼 這個我要講 說農業賣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價小賣 一個就是天災地面補不夠 價小賣的部分 我們日本人貪行政院 共同努力 有一個叫做 保證 保價收購的機制 我們是不斷在努力 這些洋入門搞不懂 他們只是 說我現在不好 但是 國會貪行政院這次 為了這些事情 在財政 國家的負擔能力 做得到的地方 還要靠入的公平性 我們正常在做 第二就是說 農產品的生產 不要受到這種問題 我們在日本人現在 有在討論一個制度 叫做 農業的生產保險制度 保險制度 就是說我們用 大家共同的力量 然後來打擾保險肥 然後 讓它變成會有一個 很常態性的保護 你如果農業 去受到天災地面 保險給你理會 政府 出到保險肥也出下去 這很多我們的 公共的意外向 得力是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 我認為說 應該倒回來這裡 政策 我們國黨 好好來討論 不是情緒性的 就是說騙票什麼 沒有 雙票沒那麼好騙 好 這是黎俊委員 為大家所做的一個說明 跟解讀 選票真的 不是那麼好騙的嗎 那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那麼政府對於現在的一個 農民的相關政策 農業相關政策 所做的事情 剛剛提到保駕收購 他提到的是 接下來在立法院 希望能夠趕緊促成的 是農業的一個保險制度 好 這個部分 到底農民們知不知道 政府有在幫你們做事呢 這麼多年下來 楊如門的爸爸楊萬福 講的這段話 講的是低層 底層民眾的心聲而已 還是自己的心情而已呢 我們在廣告回來 我們接聽你的電話 也要繼續來看到是 那麼這個時候來特色 楊如門如果沒有任何的政治動機 是一個目的 相信大家很難能夠相信他 但是另外也要看到的是 政治的一個動機 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時候總統到底 為什麼想盡辦法 要再站上火線 站在第一線呢 2008時間對他來講 距離真的是越來越近了 主導權不在身上 真的不行嗎 稍後回來我們再來看 要像是有紀錄的 空間的一陣子 一陣子 都不會有問題 最終靜的地方 一陣子 是一陣子 有為哪個問題 那一陣子 有任何人